哈喽我在家,今天做了一道印菜 辣炖牛蹄筋,今天这个有教程 它得先焯水,然后还得放一点点的白酒 我倒了半瓶,有点劲大了 然后炒糖色,炒成这种气泡吧 倒进锅里面,再倒这些东西 再炒一下,然后放这个酱,再放这个酱 再放酱油,再放辣椒 再稍微的炒一下,就可以把它倒进锅里面 我炖了有差不多40分钟 哎不对不对,4个小时,然后再放一些宽粉 就可以了,就可以出锅了 我就没想到我还能给人浇做饭呢 要开动了 动了4个小时,这个超级难做 好,制熟了 糯糯的 怪不得炖那么久 它是有一些入口鸡化的感觉 可能是我没有炖到位 很Q它 但是我觉得是好吃的 我跟着轿车,然后放了一些宽粉 一斤四个小时炖太久了 因为我实在饿得不行了 就做 给它弄起来吃掉 但差不多 然后再炖 宽粉吃起来口感跟牛蹄筋一样 挺好吃 最做的就是有点辛苦 好 很像大一样 很高兴 很高兴 这点是很高兴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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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讓我等了那麼久 不要近的 又頓拍的地方就有點難叫 跟米飯一起來一口香爽 拜拜大家 現在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吃 不然我一個人要吃光了